打开做攻击梁的衣柜 刺激的衣物混成一堆 宽敞明亮的客厅 却因藏品太多而显得凌乱 即便房屋已经打扫干净 但一眼望去全是物件 想彻底收拾 没精力也没时间 还不知如何下手 面对这样的情况 北京一队90后夫妻 选择了一种新兴的家政服务 全物整理收纳 住了一年 发现自己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其实是跟我们家 以前装修的那些规划 增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看着就比较乱 我们家其实装修也挺贵的 所以想的是说 好好的再把我们家整理一下 我们今天带的团队是6加1 就是一个领队 然后6个整理师 计划是一天之内 要把全物的收纳要做完 大概一周之前 我们来过这里 做了一个大概三个小时的沟通 包括他的生活习惯 生活动线 以及他的生活爱好 这些各种方面 我们都去了解 然后在县长去把控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物品 物品的量是多少个 区别于保洁类家政服务 整理收纳 不但需要重新规划物品摆放 还会按照客户生活习惯 对储物空间进行设计改造 除了具体可见的代劳服务 不少团队还会与客户 进一步沟通收纳技巧 协助对闲置物品进行断舍离 当然个性化的服务 也意味着 它比普通保洁家政收费更高 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市场上主流收费方式有两种 一是按照屋内储物空间大小 以严密为单位进行收费 另一种则是按全屋 或特定房间大小收费 完成一次服务的报价 从几千元到上万元 从业人员月收入 也会按具体岗位 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2021年年初 人设部将整理收纳师 纳入新增职业公众 作为新兴职业 入行门槛较低 薪资待遇高 工作获得赶强 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 岗位诉求的增多 也促使市面上出现了 大大小小的培训班 高学历人才的涌入 成为行业的一大特点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之前的工作是在互联网行业 做编程开发 就是纯技术人员 我看好的整理收纳 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途的 我毕业于上市办大学 也有在线教育的 这个收科的背景 带领着小朋友 让小朋友从小就学会 有这种整理的思维 让他们从小变得 更有逻辑性 更有规划性 以后也是我工作的一个方向 随着市场逐渐下沉 整理收纳师 也根据服务对象不同 出现了办公整理 儿童房整理 甚至遗物整理等细化方向 但当下的市场 是否能消化得了 大量涌入的人员 以及新兴职业的资质 如何界定 如何对服务进行标准化衡量 要是行业进一步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 这些问题都急待解决 首先我认为第一条 就是从业资格认证 包括培训 没有规范 没有统一的 这个培训标准 然后资格认证标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培训和这个服务上 有一些过度的宣传 可能跟这个客户的期待 包括从业人员的期待 是不统一的 我们还是希望 从从业资格培训 到认证方面 国家能够出台 更加具体化的标准 和培训认证的这些标准 从服务市场来说 我们也希望 服务的收费标准 能够更统一 能够规范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